現在學生都開始來照顧 台南七國區的湘南國色 為了要告訴學生保持看齊的習慣 就撒出看齊驚蝦的活動 只要提早的意願 可以來跟學校應對來所的方式 就十分製一塊的看齊驚蝦 來自準備 後來這個適合學生 尼吉的這個製品 讓他們可以搭配 算上學生的利用 現在學生都開始放出口 但是來到七國區的湘南國色 看到一位小朋友 在校門口下資料跟校長說話 原來他是要來領 有優的閱讀驚蝦包的學生 這個驚蝦包是有到 校方特別規劃的宿舊活動 透過簡單的有優 和方便的得來術採取模式 希望校長在宿舊期間 也可以保持學生的習慣 其實我覺得閱讀是 孩子學習最根本的一個 基礎的一個能力 而且我覺得也可以透過閱讀 讓孩子去獲得比較多的一個資訊 然後因為前陣子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錯了太多的線上學習 我覺得書本 離他們距離有越來越遠的感覺 那一則是 其實也剛好呼應我們 老師在派暑假作業的時候 想讓孩子看點書 然後又面臨到問題是 他們沒有辦法來借書 所以我們想說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孩子來 是有機會就可以把書帶走的 所以才想到這一個做法 其實就有點像返校賣當勞這樣子 就得來數你來了 然後拿著就走 然後也不會 因為疫情在這個地方停留太久 這個閱讀經細胞當中 照著不一樣的年紀 幾月四下的製作 原本一題只有五六分製 但是經過學生的建議 調整成為十分 搭配上各種的主題 讓學生可以補充 從刷電學系的來源 畢竟小孩子年齡層不一樣 他們閱讀的 不管是內容 或是類別 其實也是有差別的 那我們就想 以低年級的小朋友而言 他們還是著力在繪本的部分 所以低年級我們會 繪本會主要的主力 然後中年級 因為隨著試制量比較多 所以就我們改用橋樑書 來提供給孩子 那高年級 真的是該看點比較深度的書 所以會以像小孩子 小說類的 比較知識性 多一點內容的書籍 來提供給孩子 像若果學可以 鋪板這樣的活動 除了有夠的支持 也有民間團體 會贊助他們新的設計 豐富他們的讀書館 其實很感謝教育局 這一年來推不可心窮 讓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構想 也知道說其實孩子的閱讀 對孩子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覺得 我也應該要特別感謝 因為長期以來都有一些 基金會捐書給學校 像親子天下 然後還有那個 語氣文教基金會 還有一個 林荷亭文教基金會 那每年都會 固定捐書給學校 那也讓學校的小朋友 有機會可以得到 比較新的書 那也讓我們有這個機會 可以讓孩子 有這樣的書籍 可以來提供孩子閱讀 這些設計 都會經過小兜 加上來好好 需要十分多長期 當時也有 分流就齊的時間 所以也請它 加到到學生放心 記者國伯義 七國苦 採訪不得